我现在也啥都知道呀 我都不用神灵附体 我就啥都知道了 只要你敢信 只要我敢说 我现在还知道 你呢不是日本人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日本人 对吧 虽然你起了一个日本的人的名字 对吧 我知道你肯定 有一个父亲 有一个母亲 是吧 我都不用认识你 你就是不问我啥 我都啥都知道 我也知道 你肯定 目前赚不了太多的钱 现在赚的钱很少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穷人呢 在这个世界上 占有了90% 富人只有10% 那么呢 你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你提问了这个问题 我怎么看也不解 你像个有钱人 对吧 你有90%激励是个穷人 所以我就说 你肯定赚不了什么钱 对吧 然后呢 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呢 你现在切花一个爱你的人 这个世界上90%的人都切花一个爱他的人 真的 哪怕有人爱着他 他也觉得 这个爱他的人他不想要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什么也没说错 但是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 我都不需要被神护生 我都能达出被90%的人类需要什么 知道吗 对吧 说的还挺正确的 怎么办呢 我是神吗 不是 我是人 我还知道你不爱读书 因为这个时代呢 80%到90%都不爱读书 只爱看电视剧 看各种电影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没说错什么呀 你肯定不爱读书 你要是喜欢读书 你不会大过脸来看我这个节目 所以 所谓的神附生 不附生 那是因为你相信神了呀 人家才需要神附生了 对吧 你假如你本身不信神的话 那么呢 对方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有科学技能的人 如果你不信神 你不去找这些巫师 那么你相信科学对吧 我领了各种各样国家帮发的 职业证书的心理医生 出现在你面前 我是心理医生呢 是科学培训出来的呀 你有什么问题问我 我都知道 你相信科学 你同样也是掉入坑里 你不相信科学 你同样也是掉入另外坑里 因为你心里有这些 把人生交付给别人去负责的需求 你不想承担你的人生 知道吧 很多人去问别人问题的时候 希望别人出个主意的时候 其实就是不想承担自己的人生 不想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只要有这种人存在 只要你的存在人数够多 就构成了一个公息市场 相信神的人呢 相信命的人呢 就会去找算命大师了 那你要是相信科学人呢 你就去找心理医生了 有什么区别呢 两者都是一样的 治疗功能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客户也许有不同 但需求是真实的 人类构建的社会 就是人服务人的社会 你有需要 我会自然 只要你花得起钱 我自然都能满足你 你想要一百万买一套房 有一大堆公司帮你建设 你想一千万 一个亿买一套房 依旧有很多公司为你服务 只要你有需求 只要你承担得起代价 只要你花足够的钱 你就能够买到这样的服务 哪怕是违法的 哪怕是犯罪的 只要足够的利润 不喜欢吗 但是它依然成立 它依然 它已经 这种规律已经 存在了几千万年了呀